1月3号,中心社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 象限仪流星雨极大将来临 百科流星绽放,为民众带来天雨里花 象限仪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的三大流星雨之一 极大期一般出现在1月3号或者4号 值得一提的是,今年象限仪流星雨将迎来甜蜜暴击 北半球每年有三场较大的流星雨 分别是1月份的象限仪流星雨 8月份的鹰仙座流星雨和12月份的双子座流星雨 其中象限仪流星雨以其速度为中等 然后常有火流星的出现 根据国际流星组织的预报 本次象限仪流星雨的极大期是在1月4日的12时左右 极大的流量为每小时110克左右 根据天文测算,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期持续时间并不长 在中国境内,银突月会对观测产生一定影响 建议天文爱好者可以选择后半夜辐射点升高后再进行观测 本次流星雨的观测条件不算太好 并且流星雨的辐射点的升起时间是在后半夜 因此大家观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和保暖 观测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在灯光污染少周边无遮挡的开阔区域 随着农历新年的来临,天雨也带来精彩赫岁礼 1月23日正月初二,金星与土星将发生一次极近距离的相合 最近时两者相距仅20度 专家介绍,金星和土星如此近距离的相合并不常见 每隔一至两年才会发生一次 下一次将出现在2024年3月21号